花莲县位于台湾东部 在地理形状上呈现长条状像是一只蚕 境内由北回归县通过 东临太平洋、西临中央山脉、海岸山脉纵冠于境内东侧 总面积为4628平方公里 是台湾东部地区都市规模最大、最热闹、机能最好的都汇区 花莲县虽然面积为全台湾各县市之冠 但为多山地形、平原仅有全面积的10% 平原地带并非直接面向海洋 而是夹在东侧海岸山脉与西侧的中央山脉之间 宽度仅有3到9公里 花莲还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的西部边缘 菲律宾海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的交接处 两个板块的相互作用 尤其是菲律宾海板块的俯冲 造成了地球的阴力累积和释放 这是地震频发的主要原因 同时山地地形的存在 使得地震波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复杂地形的影响 可能导致地震破坏力的局部增强 这种地震频发的特点建筑物的抗震设计至关重要 只能通过采用现建的抗震技术和材料 才可以有效减少地震带来的损害